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 即后来定名的新民主主义论 这以光辉文献清晰地勾画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蓝图 回答了中国想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对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 国共两党围绕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 展开了激烈论战 国民党大肆鼓吹 要实行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 用不着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历史道路 公开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 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言论 《甚嚣尘尘尚》 新民主主义论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庄严宣告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明确指出 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 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 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 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的长 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新社会 新国家中 不但有新政治 新经济 而且有新文化 并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经济 文化 以及他们的特点 做了系统阐述 这篇具有严密理论体系的战斗西文 第一次旗指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 有力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论调 在党内外引起重大反响 使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到新民主主义的旗指下 新民主主义论 与毛泽东这一时期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著作一起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革命实践想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日渐成熟 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建立新中国指明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